欢迎收看我不可拿铁频道 在上一支影片有讲到 就是 LSHOT跟陆瓶大师现在都无法再使用了 一个是已经改版了 所以他把录影程式也拿掉了 然后另外一个 陆瓶大师是无法再下载 好像下载两次以后他就不让你再下载了 然后现在呢我要介绍的是这款 Evilcoat的那个软体的使用方式 在上一支影片有教学说怎么去下载好 相信大家已经学会了 好然后这支影片就是来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个软体 然后更详细的了解这个软体 OK 现在呢 当你载好后你的画面 手机画面会是长这样子的 等我一下我对一下脚OK 它会长这样子的 然后呢就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会出现这个画面 这画面的话简单的讲解就是 第一个就是你的影片名称要打什么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的录影 就是MyRecord 然后这三个这个画期就是他们的制作人员写的东西 就是什么支持我们啊 然后下面写就是通过点击连结 每个安装都可以帮助我每个项目提供资金 这个就是他们软体方的一些画素 OK 我先来看设定 左上角 然后我做对照表 所以后面有看一个对照表 但是我去找 怕说讲错 OK 第一个功能的话是 呃 配色方案 配色方案有两种类型 就是Dock跟Light 这个就是它的配色方案 你们都可以试试看 然后再第二个是自动启动 就是 启动这个软体吧 对 第三个是播放系统声音 第四个这个是暂停申请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 这些是一开始下载好就会有的 所以我建议也不要去调整它 然后再来就是显示模糊 是这个 然后最下面这个呢 是一个保护录音和设置 这个目前我建议先不要点选 因为这个点选 我刚好测试 点选后录完一个影片以后 它会出现一个bug 那个bug会让你这个 软体目前无法使用 然后可能之后看它会不会改版 目前我是4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真的不要点选 好 再来下面的话 是medio的部分 这边的话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叫方向 点进去 它会有四个选项 第一个是直立的 直立就是我们现在的画面 叫直立的画面 第二个的话是颠倒 它是会颠倒过来的 我是没有事啊 可是基本上我用不到 第三个的部分呢 就是我比较常用到的 就是你的Halt键 Halt键的按键在右边 这个是第三个 我是选择这个 第四个就是Halt键在左边 好 那这就是看你的习惯惯例去选择 好 回到上页 下面这个呢 就是解析度 解析度的部分呢 它现在有分这种size 然后现在我建议就是选择 这个实际尺寸就好了 其他的尺寸如果你有用到 你也可以去试试看 OK 好 再来最下面这边的话就是音源 然后这个软体目前它有个bug就是 呃 它可以录你的画面跟声音 你的声音 可是没有录游戏的声音 可是这一块我建议现在 如果没有别的软体也用 你可以先用啦 因为 没有录声音 其实是 蛮糟糕的 可是有时候游戏音乐太大声 可能把你的声音也盖过去了 所以目前来讲 这个是它有个bug 我目前还在测 现在是可以录影片跟你的讲话 甚至没问题的 好 再来第三个这个是赫子 赫子的话就是 对 这个不用讲解了 这就是看你要不要调整赫子 再来 最后一个就是立体音跟单声道 这个是单声道 我建议你可以选立体音啊 好 我先选过来立体音好了 OK 这样的话设定就完成了 大致上就这样子 好 其他如果你想要做调整 你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好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要来测试一下 呃 怎么录制一个影片 好 我先来做一个影片 好 就用tester 然后按下去以后呢 他就问你说 你要开始录影了嘛 你就按yes 然后这档名是吧 叫tester 他这个讲解就是 叫你可以把声音调掉什么的 可是一调它就断线喔 就是快速断 好 我们现在选一款游戏 选 这 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我刚刚已经有选择就是在那个按键的地方是选择 hot键在右边的 所以他画面已经是帮我选好的 这个游戏还比较久 好 然后我本身是一个游戏主播 如果你们想要看一些游戏的一个影片的讲解的话 试玩影片的话可以就是 呃 订阅我这样子 好 来咯 这是一个广告 把它按掉 好 我们先简单测一下就好了 好 开始 先把它按掉 这款游戏我还没有玩四玩 就刚才好的 好 来吧 诶 糟了 啊 有有有 我刚刚有按了什么按键 好 你看一下现在的话 我现在会把应该会把我声音录进去 好 这就是录影的方式 模式 好 我们再来录一下下去 哎呦 这款游戏还蛮刺激的耶 好 稍后如果我有录这款游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OK 结束 就这样吧 好 我们回到原本画面 然后你现在把它 录完以后 你要把它结束掉 你就再点进来 好 然后这有个洞 你就把它 按下去 然后问你是不是要结束录影 yes 然后呢 哎呦 他就开始跑 他的那个 哦 跑好了 就是录影程式跑好了 现在呢 我们把它点这个 my recording my recording 对 然后这边就有个test 我刚刚那个录的影片 好 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 对 这个就是我刚刚 我现在 这是录影喔 不是我现在的画面 有没有 给你看一下 现在就已经有成功录影出来了 对 好 这是我刚刚录影的 我来看一下 会有两个我在讲话 哎呦 咦 找了 有没有 他的那个 游戏音乐是不见的 可是我的声音是听得到的 好 这就是录影的方式 模式 好快速 这就是刚刚录影的画面 OK 我先把它回来 好 现在我要教大家怎么把它 呃 如果你觉得影片蛮蛮喜欢的 你要把它存在你自己的相 相 相簿里面 就手机的相簿 就点这个 然后这边有一个 储存到手机 按下去 按下去 以后呢 就完成了 基本上按下去以后 它的 你的 你就会在你的手机里面 看到这个影片 没有问题的 好 今天大臣是上 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教学的话呢 可以按个喜欢 那也可以实际订阅我 如果很多新的软体的资讯啊 或者是 之后这软体又不能用了 我会再去做更新的影片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欢迎订阅我哦 然后我们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